Hello,大家好,我是小梅 今天我跟我妈要去赶集了 看我妈还穿上了她的新衣服 我们这边不给赶集 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现在终于可以了 前几天赶过一次 但是我们没有去 这是第二次了 看我妈多臭美 今天应该很多人 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条街很长很长的 镜头那边都看不到 这条街逛完 估计也得有2000多米长了 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赶集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条夏季全都是卖衣服的 我们这里卖的衣服挺贵的 一件都要一两百 我都买不了 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民族服装 好多人呀 好热闹呀 我老妈他们最喜欢穿的 就是这种衣服 我妈说要先去买猪肉 不然一会儿去玩了 就没有好肉了 这一排常常过去 都是卖猪肉的 猪肉一斤22块110 这一边也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好多呢 看那里面都是人山人海呀 好热闹呀 好多人都说 我为什么不来镇上卖粉 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小吃太多了 这一家粉店爆满 我前面这一条全部都是卖吃的 老人最爱的刨疤 炒河粉 这一家减粉店生意也好好 包子馒头生意也非常好 30元20元的商品 烤鸡腿都有十几家在卖 你们现在知道竞争力有多大了吧 看这里还有按斤脉的粉 好多人呀 前面往右转还有一条长长的还没有到头呢 看还有那么长哦 这个糖葫芦一串五块钱 棉花糖也是五块 来感激少不了一碗粉的 我买了一只猫 看这个小朋友 好喜欢小猫咪 这是我们这里的油粉 一碗八块 现在十点半 人开始站了 现在感激人还不是更多的时候呢 过年的时候人更多 挤得走都走不了路 刚才买了一只小猫 等回到家了 再给你们看一下 很可爱的哦 就是它现在有点受惊的 一直在叫 这只小猫是灰色的 真的好可爱呀 露蛋糕你要好好养它哦 对它好一点 好了拜拜